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消费者行为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消费者行为的第十二讲 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文化 次文化跟社会阶层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在这个单元的目标我们只有一个 那么就是要带大家来了解 那么影响消费者行为当中 这个总体因素里面影响范围最大 那么程度最强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文化 还有它的一个影响的方式 那至于次文化跟这个社会阶层 那么我们留待下一讲再向各位来说明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明文化的定义跟内容 那么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文化可以说是总体社会环境当中 那么范围最广 那么对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个构面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定义的这个文化 它的定义是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 那么大多数人所共同分享的意义 那么这个可以再用广泛的 或者是具体的定义在加以说明 那么就广义的文化来讲 那么它就包括了所谓的一般的情感的反应 认知就是信念 还有就是各式的独特的这个行为模式 那么每一个社会 那么对它周遭的环境 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观点 而这个观点就是所谓的这个信念 还有认知 而他们所构成的这个文化世界 也会借由各种不同的这个意义 来凸显不同的文化特征 那么经过这样的定义 我们可以知道 事实上文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它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蓝图 那我想蓝图各位都知道 它是一个施工的一个基准 那么也是检查的基准 所以所谓人类活动蓝图的意思是说 每一文化的成员 就必须要藉由特定的意义的符号 来协助他进行沟通解释 还有评估社会其他成员的价值观 构想跟文物 所以换句话讲 不同文化的人 因为他是用不同的这个蓝图 来作为他行为的准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常常会产生所谓文化冲突的来源 那以上是有关这个 总体的这个角度来定义文化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 比较具体的角度来定义文化 那么从具体角度来讲 什么是文化呢 我们说文化是一组 那么被公众所接受的行为的类型 那么透过特定的语言 还有其他的符号的方式 那么传递给特定的社会成员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文化具体来讲是一种行为形式 那包括哪些的行为形式呢 它包括了就是比如说自我的观念 还有就是沟通跟语言的形式 还有就是我们的穿着跟仪表 甚至也包括食物跟饮食习惯 时间的意识 还有工作习惯跟食物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说文化可以说是包容了 我们生活的每个面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 它是影响范围最广的一个总体环境因素 也是这个程度最强的一个因素 好 那么从以上的定义 我们可以知道 那么文化的组成要素呢 大概有两类 那么第一类呢 那么我们称之为就是抽象的因素 那么所谓抽象的因素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观察的 那么这就包括呢 比如说我们前一讲所讲过的 信念 态度 目标 还有价值观 那么也包括了就是说 多数人所遵从的一些行为 规则 习俗 还有规范的意义等等 那么这些呢 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明文的规定 但是呢 都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呢 那么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准则 那么第二种因素呢 是所谓的物质的因素 那么这种物质的因素啊 有时候我们又称之为是文化的文物 那么这种文化的文物呢 最普遍的代表就是产品 所以我们说产品是反映特定社会意义的一种符号 那么甚至呢也会标示家庭的关系 比如说很多的百年老店呢 会标榜这是代代相传的祖床秘方 那么所制造成的产品 那么可能就会造成一种地方的意识 或者是一种国家的意义 那么另外呢 也可能是代表一个国家 或一个种族的一个独特的食物 此外呢 它也可以被用在比如说仪式的行为 那譬如说 我们在特定的假日 或者是宗教庆典才吃得到的食物 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呢 或者我们台湾呢 像粽子是这个端午节 那面龟呢 可能是重要的祭祀庆典才吃得到 那至于像欧美的火鸡呢 大概就是感恩节 那么才会吃得到 那另外呢 它的一个作用可能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符号 或者是一个表征 那譬如说像 你一看到可口可乐 那麦当劳呢 那么就是代表一个美国的一个表征 所以呢 它是一个美国文化的一个代表 那像这些呢 就是这个 这个具体这个文化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了解到啊 这个文化的形成要素以后啊 那么我们要来继续探讨 那么文化呢 跟我们消费者研究啊 那么到底有什么相关 那么我们说第一个 行交研究呢 对于文化的探讨 那么最主要就是在分析呢 某一个社会中啊 那么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价值观是什么呢 价值观啊 或者是核心价值啊 它代表就是人在一生当中呢 那么心情奋斗 那么想要达成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终极目标 那既然是一个终极目标啊 那我们可以想象呢 我们人的行为啊 那么无形中或者是有意识当中啊 那么都会朝这个目标而前进 所以换句话讲呢 我们所购买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使用的东西呢 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核心价值啊 它可以呢 帮助啊 这个行销人员了解啊 顾客跟产品关系的意义 那么这个顾客跟产品的关系的意义 可以有哪些例子呢 那比如说欧美人士呢 非常重视这个草地 那各位知道吗 如果在欧美啊 你的庭院的草地如果不 这个整理很干净啊 那么你的邻居啊 那么可以报警来取缔你 那像这样呢 可能就反映对大自然的控制的一种需要 那像我们现在普遍的使用的遥控器啊 那可能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对物质的一个控制 那么再比如说我们对这个 这个时间管理系统的这个 这个越来越精密呢 可能就反映出啊 我们对时间掌控的一个价值观 那么以上的这几个例子啊 都反映出某一个社会呢 普遍重视对生活环境的一个掌控 那这个掌控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价值观 那这个价值观会不会改变呢 我们说会的 那这种不断改变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啊 从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啊 它事实上代表就是消费者跟产品之间的关系啊 也会同时呢随着改变 那么这种改变啊 就会影响到呢 一个公司的行销策略 是否能够成功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那这是因为随着消费者价值观的改变啊 那他们与现存的这个产品 还有品牌的这个方法目的的连结关系呢 也会随着改变 那么所谓方法目的呢 这个方法指的可能就是一个产品 那目的呢指的就是一个利益 也就是能不能达成它的价值观 所以呢当你价值观改变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目的就会改变 那当然呢消费者呢 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呢 也会随着改变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那么在我们当代啊 可能有个普遍的价值观 就是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方便跟省时的一个价值观 那么这个价值观呢 就会导致呢 比如说像是居家购物 包括就是行路邮购 电视购物频道的增加 还有网路购物的一个盛行 那么像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价值观呢 改变我们人的一个例子 那另外呢 行销的人经常也会以生活形态呢 来讨论行为 那这样人们呢 就是因为生活形态呢 是为了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好的 我们在这里稍微做个休息 那我们刚刚讲到啊 这个生活形态啊 是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呢 我们的行销人员啊 就应该时常监控 类似像生活形态的这个改变 然后来看看呢 整个社会的这个文化是否会改变 那借由这样的观察呢 我们来随时呢 调整我们的行销策略 那此外呢 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呢 那么也可能呢 为行销人员呢 带来问题或机会 那这有什么例子可说呢 那我们举一个 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 知名品牌 知名品牌的汽车 那就是BMW 那在1980年代的时候啊 那么BMW啊 是所谓的亚皮啊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身份象征 那么所谓亚皮呢 它指的就是年轻的 这个都市的专业人士 所以换加讲呢 他们可能社会地位非常高 包括他们收入非常高 知识也非常高 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一种阶层 所以呢 他们喜欢用这个BMW啊 来这个彰显他们的一些意义 可是呢 这样一个价值观啊 到了1980年代以后啊 随着这个经济热潮的 这个过去以后啊 这个BMW的销售量就大为降低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很多消费者啊 开始放弃了所谓的物质主义 那转而关心的议题 像是环保的 还有就是关怀之类的社会问题 所以呢 这时候BMW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车子呢 它的销售量就降低了 但是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啊 随着经济又开始发展了这个影响 那么人们呢 对于这个奢侈的价值观啊 再次呢 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所以BMW还有像宾市啊 还有宝石街的这些销售量啊 就急剧的上升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一个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啊 那么会影响到一个品牌 那么甚至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兴衰 好的 那我们了解到呢 这个文化的影响之后啊 那么我们要继续了解 那么我们怎么样利用文化呢 来帮我们制定有效的策略 那为了能够呢 有效的运用文化 那么我们必须要将文化当作是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啊 我想我们可以用呢 这个以下的图表 来向各位来说明 那在这个图表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主要有这个三个区块 那这三个区块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在社会跟实体环境之下的文化意义 那第二个区块呢 则是产品跟服务的文化意义 那第三个区块呢 则是消费者的文化意义 那这三个区块呢 分别就是文化过程的三个主要的要素 那基本上呢 这个过程呢 主要就是因为在社会跟实体环境之下存在的 有某些文化意义 那么就有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企业啊 或者是这个组织啊 就会借由比如说像是行销策略 然后呢 流行的系统呢 那么将这些文化的意义啊 那么把它给转移到呢 所谓的产品跟服务的这个上面去 然后形成呢 产品跟服务呢 就具有某些的文化意义 那么这些文化意义啊 它是展现在所谓的仪式上面 那么仪式呢 包括了就是比如说像是获得 拥有 交换 还有就是修饰跟消除的这些仪式 那么这些仪式啊 都可以使得消费者呢 产生了某些的利益 那因为产品具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意义啊 所以呢 消费者呢 就会呢 在产品当中啊 那么寻找呢 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这个产品 那么以来这个彰显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定位 或者是认同 因此呢 他们藉由消费产品呢 就会呢 使得呢 消费者呢 在使用产品的时候呢 就能够表现出某些的文化意义 但是呢 这些文化意义呢 又藉由消费者之间的这个社会的互动 那么甚至呢 有些消费者啊 那么可能呢 就是会企图呢 去改变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文化意义 比如说像是环保团体等等 那么经由这样的互动的产生的这个新的意义 或者是借由这个消费者本身 这个有意图之下的这个产生的文化意义呢 又会呢 回头去影响到我们第一个区块 也就是社会跟实体环境的文化意义 那么这样的再借过 再借由呢 之前所讲过的程序 也就是组织呢 又将这样的文化意义呢 把它这个转到产品跟服务身上 然后消费者再取得的文化意义 然后这样周而复始 那么这样的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呢 从上面图表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有机可循的 也就是说呢 会有一个节奏的一个影响的过程 那么以下呢 我们将继续说明啊 那么这个节奏过程的细节 还有它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将呢 环境当中的文化意义呢 移转到产品 那么要将文化当中的意义 移转到产品 最有效的这个行销机制啊 那么基本上就是广告 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啊 那么广告人员呢 就必须要决定呢 产品那么应该含有 什么样的文化意义 然后呢我们在创造出呢 可以传达这些意义的广告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 创造有意义的广告呢 那么实物上啊 通常都是使用一些象征 那么这些象征 可能包括是一些文字 或者是图像 文字可能就是一个标语 图像可能是一个动物 来表达呢 我们所要传达的这个文化意义 那么象征呢 它代表就是蕴含着其他事情 也就是想要的文化的意义的一个东西 那包括就是文字 图像或者是物体 那么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在化妆品广告里面呢 那么为了表达美丽 自信的希望 那么化妆品广告当中呢 那么通常都是以这个身材 容貌搅好的女模特儿呢 来展现出啊 在化妆之后的宜然自得的场景 那这个时候这个 面容搅好的女模特儿 还有这种宜然自得的神态呢 就是所谓的象征 那广告呢 可能是将文化意义啊 移转到产品的一个有效的机制之一 但是呢 其他的行销策略手段啊 也同样可能具有这种功能 我们譬如说讲是定价策略 那譬如说像折扣商店啊 就是使用低价 来建立他们的商店意义 但是对许多消费者来讲呢 高价格呢 代表的是另外一种层面的文化意义 那么这种高价 可以被转换成某种产品 比如说像是宾式轿车 劳力式手表 或者是齐瓦式的皇家威士忌 或者是欧洲的时装设计师的品牌 等的衣服啊 那么这些呢 都可以借由高价 来创造豪华 高地位 或者是高品质的形象 那么以上呢 是这个文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产品呢 具有文化的意义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们说产品 商店还有品牌啊 它是可以呈现一些文化 或者是象征的意义 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啊 像是品牌的意义啊 是可以跟性别 还有年龄层产生关联的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香水来讲 那基本上呢 适合于女性的 我们叫做香水 那么适合于男性的 我们叫做古龙水 所以呢 我们绝对不能插 插错了这个 比如说香水或古龙水 要不然呢 会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那又比如说像是这个 知名棒球队所贩售的 这个高品质的 这个棒球队的周边的产品 比如像是运动衫 夹克或帽子等 那么销售这种产品呢 会使得球队的文化意义啊 那么变得更具体 并且可以借由这个产品的销售啊 使这个意义呢 能够传达给他人 好的 我们在这里呢 也稍微做一下休息 好 以下我们将继续介绍呢 那么文化过程的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将呢 产品的意义啊 移转到这个消费者 那么移转到消费者 最主要的方式呢 是仪式 那么仪式是什么呢 就是将这个意义啊 从产品 移转到消费者的方法 那这种方法呢 是消费者啊 对某些文化意义的一种创造 证实 唤起或修正的一个 象征性的这个行动 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啊 那么我们中国人啊 过农历节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个围炉大餐 那为什么要围炉大餐呢 因为借由围炉大餐啊 我们可以证实啊 他们呢 是具有这个除旧步行的能力 那像这种呢 就是所谓的仪式 那仪式有哪些类别呢 那么大概分为以下几种 那么第一个 我们称之为获得的仪式 那么获得仪式的类型 就包括像比如说购买啊 搜寻啊 溢价啊 或者是出价 那么这些都是一种仪式 比如说我们购买了冰淇淋 我们为什么要购买冰淇淋 因为它可能不只是好吃 而且代表可能是好玩 放松 或者是辛苦工作的报酬 甚至是自我犒赏等等 那么第二种仪式 我们称之为拥有的仪式 那么这种仪式啊 有两种意义 基本上就是有助于呢 消费者取得产品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将新购买的这个物品 比如说像这汽车 衣服音响等呢 那么向朋友来展示 那以夸耀呢 我们的财富 或者是寻求朋友的羡慕 那么第二个目的呢 或者作用呢 就是将个人的意义啊 从消费者 那么移转到产品的身上 比如说呢 很多人会在周末的时候呢 来做产品的保养 那比如说周六洗车 或者是整理收藏 它的录音带或CD 或者是调整脚踏车 或者是整理花园等等 那这就是呢 他将个人的这个信念或情感呢 移转到 藉由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那么移转到 这些被处理的这些物品上面 那么第三种仪式 我们叫做交换的仪式 譬如说 我很多人会赠送明表或金笔 给大学的毕业生 那它的意义可能是代表呢 一种成就 一种成年 或是一种独立 那很多父母会买这个礼物呢 给小孩 那如果他买小狗送给小孩呢 可能是代表他要有责任感 那如果买单车呢 给小孩呢 可能是希望他学习独立跟自由 那如果买电脑给他呢 可能代表是一种 他必须要努力学习 还要去操控这个社会 那这是所谓的交换的仪式 那还有一种仪式 叫做修饰的仪式 那么这个包裹呢 就是使用个人的保养品 与美容用品的这个特殊的方式 譬如说呢 很多人会在出家 这个出门上班之前呢 那么花费时间在服装仪容的修饰上面 并且呢 因此得到呢 跟他人互动的一种自信 那么这是这个仪式的目的 那么这一种仪式啊 我们可以称之为就是消除的仪式 那么有研究发现呢 那么有些消费者啊 非常依恋他们的这个牛仔裤 因为可能这牛仔裤呢 陪着他呢 度过这个疯狂的这个年轻岁月 有很多的记忆 因此呢 他可能保留这个牛仔裤呢 二十年或三十年 所以换句来讲呢 假如这个消除仪式啊 他没有办法去除这些个人的意义啊 那么消费者呢 也许就会永远地保留这件物品 那或者呢 至少要等到呢 这些个人的意义消失 或淡化之后呢 那么才有可能呢 将这个产品呢 再把它丢弃掉 好 那么文化过程的第四个阶段呢 我们称之为就是消费者的文化意义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说 消费者会以购买产品 作为呢 获得文化意义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并且用这些文化意义啊 来建立自我的认同 所以换句来讲呢 今天我们要成功地销售产品 那么一定要能够为这个产品 那么塑造一定的符合消费者的这个文化意义 那么我们举例来讲啊 比如说这个球队啊 通常都会有一些这个忠实的粉丝 那这些忠实粉丝的一个普遍的行为呢 就是他们会去购买 他们所这个爱慕的球队的一些球 这个帽子啊 或者是夹克 那消费者为什么购买这些产品呢 那最主要目的就是 他们希望把这些重要的文化意义 也就是球队的这个意义啊 当他们穿在身上的时候呢 那么他们就觉得呢 他们也会具有这样的一个意义 那甚至呢 他们也会希望 藉由这样的一个使用 或者是穿着呢 那么将这个球队的意义呢 那么传达呢 给这个其他人知道 那第五个过程 也就是文化的过程呢 就是透过呢 人们的社交行为 那么消费者呢 身上的意义啊 就会转回到更广阔的 这个文化环境里面 那这又可以分呢 两点来向各位说明 那第一点呢 就是大部分的移转 到文化环境的意义啊 那都是人与人之间啊 那么每日的社交活动 那么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换句话讲呢 人们在互动当中呢 会开始去思考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化意义啊 是对还错 那因此呢 又会形成整个环境的文化的改变 那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自然发生的现象 但是呢 也有第二种现象就是 人们有时候啊 会去刻意的来创造一种新的 所谓的文化的意义 那么比如说呢 社会上啊有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利益团体 那譬如说像是庞克族 就是对社会不满的一些族群 或者是对绿色环保的分子 那比如说到底是不是应该新建核四 或者是是不是应该要破坏三菱 然后来这个增长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 那么甚至是同性恋者 各位知道就是说同性恋呢 现在已经呢普遍呢 受到很多国家的接受 那么他们呢 都是想要呢 影响别人啊 对他文化意义的认同 而消费者的利益团体啊 那么当然也有所谓类似的目标 也就是呢 他们希望能够唤醒啊 一般消费者啊 那么他们的一些意识 那么使得呢 我们能够更健康的进行消费 那么使得我们的生活品质呢 那么可以呢大幅的提升 好的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这一讲内容啊 那么我们要提出呢 简短的结论啊 来协助各位呢 再回顾一下 我们刚刚所讲的内容 那么基本上 这一讲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说文化是影响消费者 那么行为的里面的范围最广 那么程度也是最大一个 总体社会因素 那么它是可以称为呢 是所谓人类活动的一个蓝图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我想各位可以再回想 我们前面讲态度的形成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啊 行为的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因素 就是这个态度 而态度又决定于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信念 而文化所影响到呢 基本上那么就是我们的信念 所以我们说呢 文化的影响啊 对文化对行为的影响是 可以说是深入我们生活当中的 所有的层面 而且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影响 所以我们任何那么想要从事这个行销 或者是或者是不管是人事资源管理 或者是其他的管理这个方面的这个管理呢 那基本上呢 我们呢一定要了解呢 那么文化它的意义 还有文化它的影响 好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那我们在下一讲 也就是第十三讲 我们要继续介绍的就是文化 四五文化跟社会阶层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四五文化跟社会阶层 那在这个内容里面呢 那么我们的主要目标呢 就是将呢 总体文化 那么再进一步的分解为四五文化 比如说按照地理区域 或者是经济的能力 或者是社会的阶层 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地位 然后再继续划分 那另外呢 也有所谓社会阶层 那么藉由这样的细分呢 我们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探讨 那么跟消费者行为的关系 好的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我们非常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